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运气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似乎总是会受到运气的影响 比如有时候自己做一件事情 明明自己很努力 最后结果还是达不到自己的预期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每个人不同时间运势不同 因此运势好意味着你做事必能够事半功倍 而运势差则会事倍功半 那么2020年的你的运势如何呢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2020年运势最好的六名生肖女 以及2020年的12生肖的运势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第一名 生肖猴 生肖猴女命在2020年 吉韵排名12生肖第一名 主要是遇到三合太岁值长生之位 孙子晨三合局中长生生旺之位 整年运势大吉大利 首先 路神崔路在路员工 利于工作事业的发展 有利于升职加薪 节节升高 事业有成 特别是对于工作的女命帮助很大 其次 贵人在婚姻宫 崔望婚姻运势 利于婚姻感情美满 单身的女命容易遇到心仪的男朋友 再由运贵人员工 崔望人员人机运势 在工作生活中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 第二名 生肖龙 生肖龙女命2020年12生肖运势排名第二级 首先是三合太岁财库大运 遇到申子晨三合太岁局中的财库之年 钱财运势大吉大利 钱财运势也是今年最好的运势 财运横通 财员滚滚 付出努力必将收获满满 其次 有国印大贵人在授员工 保佑 健康平安 能够预防意外的灾祸 再有日德互婚在姻缘工 婚姻感情 幸福美满 单身的容易结婚脱单 已婚的有天丁生子之喜庆 比较凶的是 官福煞 挤走国印贵人 落在了官禄宫 女命官禄宫就是官人宫 对事业职场运势迫害严重 同时还伴随克夫月 影响丈夫事业运势 人员遇到羡慕嫉妒恨的 无鬼小人搅局 破坏人际关系 容易在生活工作中 被小人陷害 第三名 生肖牛 生肖牛女命2020年四大集运 整年运势集运12生肖排名 第三位 首先遇到子丑六合太岁局 整年运势大吉大利 其次 天以大贵人在受员工 保护身体健康 避免意外的灾祸 再有太阳星落在婚姻宫 保护婚姻情感 单身的女命 今年极有可能遇到一中人 礼于结婚生子 最后 潘安静贵落在人员宫 潘安大贵人为洞中求贵 生活工作中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第四名 生肖蛇 生肖蛇女命2020年遇事 三级三凶 排名是二生肖第四名 首先是天福照命局落在了扶元宫 保护了整年运势的根基 天福贵人是综合性的大贵人 能够保护扶元运 同时 落在扶元宫也是最佳的 其次 学堂贵人在关禄宫 能够忘官 忘贵 忘夫 忘事也运势 再是 悦得贵人出现在人员宫 能够催忘贵人 化解小人 凶运方面 最凶的是 死伏破命在受员宫 带来意外灾祸 突发恶极等流血伤身事件 此外 感情婚姻宫遇到截煞破婚 冲击婚姻宫 婚姻对于女命极为重要 第五名 生肖户 生肖户女命在2020年四级二熊 整体运势偏及 位列12生肖集运排名第五名 首先 好的是 路马交池落在了扶元宫 路存遇到天马 好比一辆满载金贤的马车向你吃来 好运满满 财运滚滚 同时 财运宫还有食神生财 促使生肖虎今年财运第一级 管路宫还有太极贵人出现 太极催贵 利于职场事业发展 事业运大吉 一马动婚在婚姻宫 单身的最有力婚动则成 利于结婚生子 第六名 生肖猪 生肖猪女命2020年运势四级二胸 刚过完本命年时来运转 吉一是三会太岁贵人出现在扶元宫 扶元宫为运势根基 得到三会太岁贵人保佑 整年的运势大吉大利 吉二是文昌贵人出现路员宫 催官催路 利于学习考试 升职加薪 对工作属猪女命帮助最大 吉三是婚姻宫有天雏形 保佑婚姻守护姻缘 整年的婚姻运势幸福美满 吉四是人缘宫 有太极贵人催贵 四大贵人望人缘 今年在生活工作中多有贵人相助 以上是2020年运势最好的生肖女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2020年12生肖运势如何 哪个生肖最好运 数数的人 今年适逢吉星 金贵三台降星坐镇 对于财路官运和权位的提升 有相当的帮助 同时又遂逢三合 对于人际的拓展将会有正面的影响 虽说是一个不错的流年 过去的阻碍也会渐渐的化解 今年对于您的视野也会有提升的作用 但是过往的两年实在是让你受创颇大 同时今年又有无鬼 天窟 官服的作弄 容易引起口舌 是非 小人 所以情绪容易失控而引起震荡 一只招来 小人和官匪 属牛的人 在去年经过了太岁冲煞运程 较为反复不定 今年则已暂时告别往年的不顺 因其元气尚未恢复 所以今年会有小号的现象 虽然运势峰回路转 但就流年运程来说已有大大的转变 今年 命公子为 天喜 龙德极星高照 并有红鸾星斗 过去不顺心 困扰人心的问题 将可烟消云散 虽然今年不能说是大富大贵之年 但整体运势将比往年来得平顺 工作上容易有贵人扶持 属虎的人 今年因为冲太岁 加上有剑锋 奏书 灾煞等凶星临命 流年运势欠佳 事实不顺心 尤其在事业上 您会经历极多的挑战 让您倍感压力 也因此常会因为情绪的牵动 致使工作效率降低 在心情上 也容易陷入低潮 所以今年应该重视 疏解心情压力 适度地减轻工作量 安排休闲活动 多和朋友谈心交流 只要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就能够平安度过一年 属属的人 今年流年运势 可谓之胸疾参半 虽逢死福 小好相害 所幸 命宫时时出现紫薇 龙德 玉堂三大急性 心情愉快 工作得以万事如意 逢凶化急 出外谋事 有贵人的相处 商机 人员 接笔 往年加 今年啊 只要做事积极 分发向上 虽然过程需要多 耗费脑力和耐力 但过关斩将 一定可以脱颖而出 可说是 谋事就在今朝 延续去年的冲劲 今年必可更上一层楼 属龙的人 今年相合太岁 并有三台将相入阁 远程特优 坚毅不屈 斗志甚家 尤其在事业上的进展 更是冲出龙的猛虎一半 得以好好发挥 对于官运 考运 商机而言 都有不错的表现机会 常常能够得到贵人或 长官的提拔 平步清云 步步高升 以往辛苦 默默耕耘的心力 将会让您尝到 苦尽甘来的果实 属蛇的人 今年世事忙碌 样样都想亲力亲为 因此容易 意为杂事 感到烦恼 同时 容易受到异性拖累 而引起口舌纠纷 建议您应少管闲事 幸好今年 天德 福德 贵人等 财喜贵星 降练 又年逢 碎盒 所以可以人缘广结 并且受贵人提携 而尽财 可以说是 顺心顺意地踏上 清云路 属马的人 今年有 灾沙 天马 吊客入运 运势奔波 较不如意识 同时 空有与人争斗 官司纠缠 即无望之灾出现 流年 繁心多劳 处理事物要 谨慎小心 尽量不要管闲事 才能化险为夷 幸好流年 有一马星入命 运势虽然奔波 可是这也意味着 有力远行 或职务变动 动中有才 工作有力升职 从商 有力提升信誉 所以无论出国留学 移民海外 更换工作 都应该把握着 今年的时机 属羊的人 今年挥别了 去年岁破的不如意 由犯太岁 转为六合太岁 对人缘 有相当的帮助 因此 可以期盼展开 红韵的一年 可是 今年 虽然别去太岁 却招惹了病符来侵扰 病符属水 主灾病 会有小病在 且往往带有是非 若流年逢之 主其人在该年多灾病 因此健康较差 身体上容易有病患出现 所幸今年 又逢太阳 天以贵人 文昌如公 种种吉星更会高涨 贵人欲很强 属猴的人 今年太岁当头座 无喜必有祸 运势较为多变 同时 今年流年凶星不少 包括 浮尸 官服 职辈同林 所以 运势变化多端 心情低落 易犯小人 以及容易与人起口角 虽然今年发展上 可能会遇到不少的奸阻 但只要 心情稍作调整 平心静气 不要轻举妄动 尽量保持低调 迎接事业上的挑战 势必可以安然度过 鼠鸡的人 今年浴史虽然渐入家境 但也只有 平顺可言 要说到行大运 可能还差强人意 可是整体运势 还是有利社交 升职 或是与人合谋事业 今年男性 尤其声望 凭着往年所培养的智能 不妨牛刀小事 对于出外公干旅行 均可有不错的斩获 属狗的人 今年有年长的贵人相助 运势上称不错 虽然有天狗 吊客 天窟 丧门等凶行 容易造成意外的损伤 但只要审时夺势 详加计划 按部就班 运势议会逐步扭转过来 今年另有一马星离命 出外的可能性较多 需要在外奔劳 虽然是劳心劳力 但只要积极用心 在事业上突破崇尾 就有机会开发出新的奇迹 属猪的人 今年容易有口舌是非 可能与人起争执 但是正逢福德 天德 红鸾齐聚 会照命功三方四正 你终于可以挥别以往 重重的障碍 扬眉吐气了 经历了去年的调戏呢 今年得以重振雄风 迈向下一步高峰 所以今年你需要 尽最大的力量 继续执行你去年的计划 今年是考验你经历的一年 以及干劲的一年 虽然劳心劳力 但也有不少所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极小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